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又是我 DSC 素质疗文 继续来到我们的 2021 年 JUPAS 排位攻略 今天就会讲一下 领南大学 LINGU 的计分方法 以及排位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 在这段影片开始之前 有点题外话想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放榜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相信大部分同学现在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 作为一个放榜的过来人 尤其是我以前是 Retaker 更加明白大家的心情 其实紧张是正常的 因为那件事越是重要 你越是着紧的 如果你说你完全不紧张 反而我觉得奇怪 所以紧张是在所难免的 我自己也有个小小心得想分享 如何令自己这段日子的心情尽量放松一些 可以轻松一些去迎接放榜 我自己有一套方法我觉得是挺合理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什么时候会是最紧张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你越是容易乱想事 越是容易把问题转牛角尖 越想就会越紧张 可能你会回想几个月之前考DSE的时候 就会说 糟了 哪个卷那份卷我又答错了又大意 然后另一份卷又好像做漏了一些东西 会不会很大影响呢? 那几分会越来越想就会越害怕 所以其实有一套方法我自己觉得就是 一自己之弱就是令自己越来越忙 当你个人一忙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没有空静下来 慢慢自己胡思乱想 反而心情是轻松一点的 当然虽然是会辛苦一点 但心情反而是轻松一点的 对了 忙的定义 可能是有些同学是现在正在工作兼职的 我知道 可能你就多回几天工作兼职 顺便赚多点钱 对吧 如果有些同学是不一定是上班的 可能就尽量安排自己的时间表满一点 可能约多一些朋友去逛街 打机打球也好 总之就令到自己的生活忙一点 多知多彩一点 其实是反而没有那么容易紧张的 对了 不知道你觉得这套方法合不合 其实我处理很多问题 例如不一定放榜的 总之有些东西令我很紧张的时候 我会令自己忙一点 但没有时间去想那个问题 反而心情会轻松一点 对了 对了 其实很多人心问题都可以用这个忙字去解决 对了 就是这样 将来你失恋的时候都可以试一下 对吧 就是慢慢忘记 对吧 那就是说笑而已 当然不希望大家失恋 对吧 那就是说回正题 那就是那个 岭南大学的计分方法 我们开始的起点都会在JUPAS的官网 这次我们就会按进去LINK U 也就是滑鼠这里的logo 我们先按进去 好了 第一件事要看的是LINK U的最低收身要求 那它和其他大学有少少不同 那它就在行5科 那你只需要考到33222 那你就可以报LINK U 那相比在其他大学 硬性规定你要读6科 那这个是明显可以有一些 本身读5科的同学 可以没有顾虑去报 因为其他硬性规定要读6科 那些 即是你无论考成多好 那你不够6科 就不让你报 那这个是读5科 是可以报的 而且Elective那里 最低的要求是2 不是3 好了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要在这里和大家说 就是它这里 JUPAS的官网好像没有提到 我是为了令到这段视频的内容 是绝对是准确的 我是找了很久很久很久 最后被我在LINK U的官网 找到这个资讯 这个网站稍后我们也会按进来的 不过我就偷一偷步 我在这个叫FAQ 就选一栏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里 这一行东西我找了很久 就是究竟如果你是读M1M2的话 他当不当你是可以是一个Elective 去复制刚才的Level 2的Elective的要求 是不行的 这个是不行的 他说明了 No 然后他说不会计M1M2 所以 小心点 因为你只看JUPAS这里 33222 如果你是刚好 你在读M1M2的同学 有机会在这个位置中复 所以记住 不计M1M2 你必须有M1M2 另外一个Elective达到2 他才会让你过去大学的修身要求 要小心点 这个位置 就是这样 然后再继续看下去 有另一个是很好的 他就说 如果你是考多一次DSE 即是你是一个retake 或者是一个repeater 那LinkU究竟会怎么处理呢 他说到容许你是combine search 以及是不会有任何的扣分 即是说你可以当你是和其他同学一事同仁 是没有任何的parity 所以在repeater 可以放心报 这个就是LinkU的基本资讯 我们就按进去 在List of Program 这里 按进去 很快也认一认 其实你会看到LinkU大部分的课 都是文商课为主 即是没有工程类的课 还有一个资讯也要提醒大家 譬如我随便选择一个program 我按进去 然后有一个资讯也是很想大家去留意一下 之前我在很多集的影片都提到过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同学是不想浪费了Band A之后的choice 譬如Band B和C 是不想浪费了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考虑把program 博一博的 但是博的前提就是这个表 其实之前也展示过很多次 就是你要先出清楚 你想博的program 究竟它往年是有没有收过Band B的 如果往年没有收过Band B 你放下去的话 其实很大机会是浪费了选项 但是LinkU的program 其实看到一些program 是往年是有收Band B 而且比例也不小 就像去年这一科来说 这科是什么来的? 这科是中文文学士 你看到可能是上年收了50人 其实50人里面是有11个来自Band B 即是比例也高过五分之一 所以其实这些program 可以尝试在Band B 如果你不想浪费了位置的话 你可以博一博去 这些就叫做有机会博到 所以就要好好利用这个资讯 这里也要强调一件事 我知道可能是有少少冒犯的意思 因为好像说LinkU收到Band B 你Band B的program 你去博吧 好像对LinkU有少少冒犯 但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作为一个大学攻略牌位的影片 其实我只不过是介绍大家 有什么做法可以令到自己的牌位 利益最大化 我看到他有收过Band B 我就放了 即是完全无关 可能有些贬低LinkU的意思 其他大学你又叫人排Band A LinkU叫人排Band B 算是怎样 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纯粹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举动 没有冒犯的意思 我们就继续看 继续看 然后在旁边的emission score 红色这个按键 按进去 接着连续就会去到LinkU的官网 也就是刚才的FAQ的网址 可能它继续看久一点 首先一按进去 第一件事就是emission score emission score 如果在这里列了这么多年来 即是LinkU整间大学的收分是多少 但通常我们都是留意最新的那一年 我们按进去2020这个 看一看 会有一份PDF档 可能也要等它先继续看一会 不知为什么Link会继续看得慢一点 要给一些耐性 其实也差不多看到了 几个重要资讯 第一就是LinkU是在行旧制的 即是说它没有5或以上的 bonus 0.5分的 bonus 它没有的 所以Lv1就1分 Lv2就2分 Lv3就3分 如此类推到5星星就7分 有数得计 然后就是中间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继续看不到 可能先重新一下 继续看不到就算了 因为也不太重要 我们可以看回上面 接着它是在行旧制计分方法 未有 bonus 的玩法 然后它是列出了 因为任何一课在去年 任何一课在去年 的Medium 和Medium 每一课都有列出来的 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但是这个分数 其实也是用来参考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Lv2是很好的 其实Lv2是很好的 这家大学自己是有一个 是可以给你输入你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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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方便的 就是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你的成绩 和去年每一个program 的Medium 和Lower Quarter 直接有个表列出来 给你做比较 是很方便的 它有个叫做Emission Score 的Calculator 所以我们现在看 就这样可以看一些分数 就是参考定的 但是到时 你其实是可以用Calculator 去计算的 这里先示范一次 我先关注这个 接下来 接下来有一个 Drupal Score 的Calculator 我们按进去 这个 我觉得 反而是我们看了 这么多集的Drupal 排位攻略 反而我觉得 它这个版面是做得最好 之前类似的Calculator 就是之前那集 UST 也有 但UST 那个 我反而觉得版面 是不太用适的 但你看到LinkedU 这个Score Calculator 是做得很方便的 就是基本上 你只按进去 接下来 所有结果都出来了 对了 之前UST 的版面 我觉得做得不太好 对了 不是太用适 但是现在这个 是很好的 一按下去 它可以在这里拌一下 大家等它 拌完之后 你拌到下面 会发觉它整间U的每一个program 它都给你计算出来 然后列出来 每一科的上年 的Median 和Lower Quartile 它全部都有在这里 所以 其实是很方便 可以一版东西 看完整间U的分数 简单单 其实是更方便去用的 这个要赚一赚 做得几毫 就是这样 接下来 讲完Emission Score 所以 其实可以用Calculator去计算 旁边这里 你可以看到一个 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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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需要自己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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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科目也没有说明日子 但他在上面提到原来他只是不公开设计 但他是私底下去联络你们 联络每一位Jupas的申请人 他会透过什么方式去联络 邀请你们去interview 主要是两个途径 第一就是你们的personal email 就是说你们当时登记Jupas的帐户的时候 你们填了你们个人的电邮地址 他就会透过email邀请你们去interview 如果有些同学是很久都没出过email 记得特意开来出一下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 其实大部分email都有一些叫垃圾桶的功能 可能有一些来理不明的电邮 他会自动分类去垃圾桶 可能你就不在意 所以记得出垃圾桶 究竟电脑系统有没有自动将大学 如果我发给你的interview的邀请 就放在垃圾桶里 让你看不到 也要查一下会稳定 另一种他会邀请你去interview的方法 就是透过PM功能 Messagebox 在Jupas帐户里面 其实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原来你们的Jupas帐户是有PM功能的 Jupas帐户就是你们上年12月的时候 那你们就排了20个choice给你们的老师 即是交给学校 那当时老师是叫你们自己开了Jupas帐户 对不对 原来那个帐户里面是有PM功能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看这段影片之前 你从来没关注过去搜索的PM信箱的话 你可以立刻按停这段影片 之后立刻重新进入Jupas帐户 看看其实LinkU有没有曾经 透过PM功能去邀请你去interview 因为有些同学不在意 可能是上年12月到现在 从来没有开过那个帐户 可能就会失去信息 所以也要重新进入定期去搜索 尤其是到时放了榜之后 我更加要恒常地每天都进入订阅 看一看 OK 好了就是这样 接着也没有什么特别东西要再提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 还有一样东西也想和大家看一看 这里就有个叫Jupas的emission 接着我们先按进去 应该是这样按的 是的 这里 接着呢 这里就列出在Jupas里面 即是令You所有提供的program 都在这里 OK 我适当地找一个按进去 这个Cultural Study 我们按进去 也可能先等它继续一下 OK 我们按进去 你会看到一个叫program details 也想 例如你有报这一科的同学 也想你可能是先按进去 爬一爬文 看清楚 有两个原因 第一 如果那个科有interview 可能你要去interview之前 你就要先看清楚 那个科是读什么 第二 就是因为根据往年经验 例如说 有些科就 例如这科来说 即Cultural Study 文化研究 其实很多时候 你看名字 你未必清楚 内里读什么 有些科是很明显的 比如说翻译 你当然知道是做什么 但是文化研究 究竟里面实际是读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 有些同学是不知道的 所以就是 在你真正报之前 都想你看看 里面读的东西 其实是否自己的兴趣 里面都可以有很详细的资料 去看 按一下 先按一下 读什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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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详细的网页 不妨也很详细 而且拍得很漂亮 不妨也花点时间去看看 就是这样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记得要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尤其是你是应届DSC的同学 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给个赞我 等我有任何最新的资讯发布的时候 你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